畫面中可以看到男子開著車停在國小門口前怠速 行機有點可疑被警方給攔下 果然發現車內駕駛座下有一隻殘留白色粉末的吸管 員警依法查驗一級二級毒品皆為陰性 不過正要檢驗三級毒品凱他命時 男子突然情緒激動 不僅拒絕檢測還強行奪走吸管 現場失控咆哮蛋來看當時情形 剛剛同事在跟你驗吸管的時候 你把吸管搶走 這已經是妨礙公路了 我沒有搶走 現在我們最後一次鄭重告知你 我現在已經配合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淡水區 日前員警發現這名翁姓男子車內疑似有殘留毒品的吸管 進行查驗 一開始男子還大方的配合接受查驗 直到要驗三級毒品凱他命時 他不斷以言語及肢體干擾 甚至強行從員警手上奪走吸管 員警立刻以妨害公務現行犯將翁男壓制逮捕 而吸管內的粉末經過確認 也是三級毒品陽性反應通通依法送辦 請追查驗 好